可可 嗯 我想给你一个惊喜 我呀租了一条游艇 咱们今天晚上 出来去溜一下去 我跟你说的那个游艇 三层高 而且卧室也特别的富有 咱们今天晚上 可以住在游艇上 真的 这么棒啊 绝对的呀 我跟你说 比这逛商场可高达上多了 这么好的条件 真应该过去 应该过去享受享受 可是我觉得吧 这么好的机会 应该让给嫂子呀 去 谁嫂子 哪儿的嫂子 什么嫂子呀 刘哥 您可真懂 嫂子是谁你都忘了啊 你孩儿她妈 你老婆呀 可可 其实这事我早就想找个机会 跟你解释清楚了 但就是这 我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我 我 我是结婚了 但我夫妻一直感情不太好 你知道吗 可可 我喜欢你可是真心的 真心的 这开不得一点玩笑 我一直是认真的 我对你可是认真的啊 刘哥 我这不也是为你考虑吗 我把这个上游艇玩的机会 留给嫂子 你看 那不也是想让你巩固一下大户房吗 夏可可 夏可可 你耍我 你把我的卡都刷爆了 你知道吗 刷你的卡是应该的 就单让你交学费了 行了 虽然说雪海无涯 但我今天必须让你在我这儿毕业了 老花说得好 师父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 您以后什么德性 长不长教训 那都看您的造化和物性了 那些东西啊 全都是送给嫂子的 先别说话 喂 刘大哥 可可 你嫂子突然生病了 现在在医院呢 你手头科医吗 那我能先借我点钱啊 刘大哥 你先别着急 我马上就过来啊 那你干嘛去 拜拜 刘哥 你想要的爱情 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我要的其实特别简单 就是一份纯粹的感情 不缠杂别的 不缠杂别的 你觉得我薛音给你的感情 不纯粹吗 咱们不聊这个话题了吧 虽然咱们分手了 但咱们还是朋友 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看来真的是要永烈了 看来真的是要永烈了 这个你还是拿着留个纪念吧 不了 看着心里难受 拿着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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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嫂子刚睡着了 刘大哥 我给你凑了五万块钱转过去了 你先拿正用啊 你说这事啊 真的不应该跟你开口 可遇到事了 我还真想不起来别人 你就应该找我呀 跟我还客气什么呢 嫂子这病到底怎么回事啊 前一段时间啊 我们呢盘了一个小超市 一直都挺累的 你嫂子老说腰疼 也没当回事儿 以为是累了 昨天疼得不行了 到医院一检查 医生说是肾炎 让住院观察 这一住院啊 哪儿哪儿都得花钱 刘大哥 你先别着急 我再想想办法 这已经很感谢你了 不能再麻烦你了 你就别再跟我客气了 对了 小小呢 我让她住校了 今天没去接她 小小的小提琴学得怎么样了 现在小提琴拉的呀 越来越好了 她在这方面特别有天赋 你和嫂子一定得好好培养她啊 喂 班长 你放心吧 我肯定去 诸位诸位 有钱的捧个钱场 没钱的捧个人场 多多支持一下老同学的火锅公司 好不好 好 好 这个人怎么说的啊 最主要的是你们几个男生 对自己老婆都好一点 给自己老婆也整一套那种 自然定制的万里服务 这个男生 钱挂在自己老婆的身上 长得是你们的脸 是不是的 拉倒吧你 可可 你要这么说啊 我这张脸可就真的不能要了 你啊 这是在把男生啊 往火锅里推过什么 就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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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 没出息你 班长 班长 我告诉你 幸亏咱们班这些女孩 当初没有选择你 找你这样的人当老公 我都替你老婆觉得委屈 可可你这是怼我咋是吗 怼你怎么了 一会儿发你酒我告诉你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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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咱们班几个女孩没问题吧 尤其你 你 找的老公找的好 都先发家致富这几位 多从你们家取管机里 去收点钱来 支持一下老同学的服装工作室 这总没问题吧 瞎可可 你就甭肺口舌了 改天我去你工作室看 你多我一个人去 我再给你找几个败家的小姐妹 听听听听听没有 乱讲这才是姐妹呢 败家的还有吗 再来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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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说啊 看看我们家裴红 自从穿了我设计的服装之后 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有没有 真的好看 是不一样的 好像不是衣服的事 我看你这眼睛 这鼻子 不比你显好看 有吗 有吗 你记忆突变 嗨 这是微整 你们知道吧 现在好多女明星跟网络 她们都去找你 还真是 微整不贵 但关键得安全 我给你们推荐个 欣雅爱华 你们看一下这个 怎么样 这《美丽日志》里边 有特别多的女生 把自己整容前 和这个整容后的照片 全都传上去了 你们回去可以研究一下啊 别错了 点歌吧 点歌吧 点歌 点歌 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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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急什么呀 这主角没到 咱们能开始吗 是不是 今天啊 这温昊和刘晓岚 从澳大利亚回来 今天这局啊 就是他们两个看的 我就是替他们 跟大伙说一声 班长 你怎么那么不靠谱啊 温昊和晓岚来 你干嘛还叫可可 这有啥的呀 温昊不就可可的前男友吗 这都成年往事了 还真的老死不相往来呀 是吧 可可啊 这个病人可想检查都很正常 你要多注意观察观察 好的 医生 他怎么样了 别担心 他没事 就是情绪有点波动 我还是要多注意一下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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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тав关注